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今天来讲 Honda Malaysia 在 2023 年即将发布的一款车 也是他们今天的第一款新车啦 大家猜一下这款什么车 没有错 它就是 Honda 的 VRE 据说全新一代的 Honda VRV 即将在 3 月登场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VRV 有什么特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这几年我国的小型骑人座车款的市场越来越火爆 像是这个 Toyota Veloz 呢 Produa 的 Elza 还有这个 Mitsubishi 的 Xpander 每款车都卖的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 BRV 大改款在这个时候进来 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的合适 而且这款车还有很多的特点 会比起这几款车型都要好一点 首先来我们讲外观的设计部分 在这个外观设计部分呢 我觉得它有点像缩小版的这一个 HRV 外观设计其实非常的简约非常的好看 而且呢它在这个尾部设计部分呢 还还保留了像是这个 Honda City 和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 3D LED 维灯光条 看起来呢这款车的外观设计 并不像是比较入门的车型 我觉得外观设计还是很高贵的 重点是呢它的轴距也变长了 上一代的轴距是 2660mm 这一代增长到了 2700mm 代表着内部的空间表现会更出色 一直以来 Honda 的车款都是以大空间为卖点 那么 BRV 的空间表现 我相信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啊 HONTA 并没有把这个 BRV 叫成是 7 人座的 MPV 他们把它称为 7 人座的 Cross-over 根据我国税务的架构呢 我相信这个 BRV 它的价格应该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OK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它的内装 在内装设计的部分呢 它是比较像这个缩小版的 CRV 我觉得这内装设计的铺层其实还是不错的 拥有这个独立的触屏主机 而且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然后当然呢 它的这个仪表呢 就不是这个数位化仪表啦 是普通的指针仪表 但是它有个彩色资讯屏 整体的设计风格都是以实用为主 当然你说它要跟其他的车款比这个科技感等等 它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 Honda S 以来都是以实用为卖点 你可以看到它拥有非常多的置物空间 你要放手机啊 你要放钱包啊 你要放钥匙等等都没有问题 而且还有很多的倍价 OK啦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后座空间表现 它的后座空间表现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蛮出色的 从这个国外媒体的展示的影片呢 可以发现它基本上延续了上一代的卖点 就是它的第二排跟第三排之后都可以乘坐大人 而且因为轴距加长的关系 它的空间表现变得更为宽裕了 另外呢 它的后面还有这个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可以确保后座的整个也可以享受到冷气 另外它在倒屏之后 你也可以当它是一个载务的工具 重点是 Car Camping 完全没有问题 这样子的空间表现真的是非常让人喜欢 你是不是喜欢BRV 的空间表现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上一代BRV 发布的时候 销售成绩非常的好 一下子就卖出了超过一万台 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吐槽 就是它的安全配备太少 因为只有两个气囊 然后还有这个 VSA 而已 至于在新一代的BRV 上面呢 它的安全配备则是大幅度的升级 除了有6气囊之外 它还加入了这个 Honda Sensing 你没有听错它是有 Honda Sensing 的 而且它的 Honda Sensing 跟这个 City V-SEN 版本 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这个 Stop & Go 功能之外 你可以想到有的东西它完全都有 像是这个车道维持系统啊 自动紧急刹车啊 ACC 等等等等它都有 像我一直以来讲的 家庭车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安全配备 而它的安全配备 确实让我们感受到诚意啦 所以它已经把这个 Nanti 丢回给对手了 它的对手有谁还没有中安全配备呢? 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接下来还有一个 BRV 很强的卖点 就是它的引擎 基本上目前这个市场上 同级的车款都是采用 1.5 公升的 自然进行引擎匹配这个 四速自排或者是 CVT 变速箱 但是 Honda BRV 的引擎动力 是在这些车款里面最强的 它采用的是 Honda City 的同款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 121 ps 或者是 118 HP 左右 峰值扭力表现 145 Nm 而且在 4300 车就可以发挥峰值扭力 都匹配 CVT 的变速箱 如果你是开过 City 或者是 City Hatchback 的朋友呢? 你应该会知道 其实这辆车的动力表现还不错的 那么同样的动力配置放在 BRV 上面 我相信也不会太差 重点是单单看引擎的数据 它已经比同级的对手更好了 所以同级最强这个字 我觉得它是当之无愧的 如果你想在意动力表现的话 建议你在发布之后自己去试驾一下 你就会知道可以不会满足你了 OK啦至于这款车什么时候会发布呢? 具体这款车同样的是会在 3 月份发布 但是 3 月份的其实我们就暂时不知道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等待这个 Honda Malaysia 给我们更进一步的详情 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消息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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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